这次呢是小咪在告白桥的中央 定豪和牧尘 分别给小咪打告白电话 小咪回拨了谁的电话 那这位男生呢 就会前往桥的中央与小咪会合 定豪来了 弟弟开始紧张了吧 加油 弟弟 加油 弟弟 好紧张啊 我的天哪 我紧张了 替他捏一把汗 喂 喂 喂 小咪我是定豪 哈喽哈喽 哈喽哈喽 哈喽 你现在怎么样 心情怎么样 进场 我也是 两个人都很紧张 哈喽 这是我这段时间以来 打过了最重要的一通电话 哎呀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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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笑得好甜啊 哈喽 哈喽 不知所措 哈喽 然后我想想 忘彩了 哈哈哈 小咪好开心 哎 怎么觉得 小咪的态度有点 转变哦 对啊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呦我再 再酝酿一下 好 弟弟加油 加油加油加油 呃 其实我想告诉你的就是 在 邮轮上的那一天 电影就看到了 哎呦我呀 就觉得你 就是很漂亮 很甜哦 然后后面了解到就是我们有 当时觉得很开心 就觉得跟你一定有很多共同话题 哎呀 其实有时候跟你说不上话 但还是就是想去 接近你然后 去 去偷偷看你吧 哎呀 哈哈哈哈 忍不住偷偷看你 哇哦 明目张胆 他一直在看他呀 哈哈哈哈好可爱 哈哈哈哈哈哈 嗯 嗯 嗯 但是 我没有发现 可能是两个比较被动的人 然后在一起然后 缺乏时间的一些沉淀 缺乏时间的一些沉淀 其实你还是很单纯 然后还是 保留了一部分同城 没有那么肉质吧 然后 然后我是 我是属于 地底的那一个选项 嗯 哈哈 啊 但是我觉得这个 不是问题 我觉得这个 不是问题 哎呀 哎呀 因为 因为出了小屋之后我们 还是会有时间的 对 然后 嗯 呃 就从我们正式见面以来 我的发短信的对象 一直是你 我一直 心动人就是你 丁豪从未变过 嗯 专一的弟弟很吸引 嗯 你让我看到了 更加 勇敢的我 哈哈 我觉得 勇敢他不是 是紧紧说出那几个字 而是说 准备承担他所带来的那些后果 哇 地底好样的 地底真的很成熟 对 感情也好 失望也好就是 就是 希望说在 小屋结束以后 我们可以 一起去 探索 更 更多的世界 这就对了 嗯 好 我知道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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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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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re in my arms Oh my god What am I doing 他是不是觉得他表达不够好 小咪 看一看弟弟 哎呦 说完哭了 看起来其实这段时间压力啊什么都挺大的 心疼 你做得很好了 你尽力了 对 我觉得已经很棒了 真的很棒了 沐晨 他不会说什么呀 来吧 让我看看你说什么 喂 喂 听得到吗 听得见 你太懒 累热吗 嗯 定量快的有风 哈哈 应该听得出来我是谁吧 喂 听出来了 哈哈 这一通电话呢 嗯 我想 就是 表达一下对你的心意 嗯 嗯 然后就其实 说起来也感觉挺浪漫挺有趣的 就是 两个冰淇淋之间的故事是从冰淇淋开始的 他俩性格都是冰淇淋啊 嗯 好多好多 那种很美好的瞬间 也是刻在发生着 就好像 嗯 嗯 那个可爱的星纸卡笔 还有 你那一缕散落在空中的 头发 然后 还有 你看见可爱小动物的时候 灿烂的笑容 还有 车窗玻璃像光阴般的雨滴 还有 那天 海边的樱花真的好美 你也是 哎呀 你也是 感觉像是准备了很久的感觉 这就是照顾成生 没有办法 就我知道 其实 我们之间 存在着一些问题 哎呀 嗯 嗯 就很抱歉吧 就是那些 我没有处理好的情绪和行为 可能给你带来了一些困扰 然后也让你对我的心意变得 比较犹豫 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 比较理性的人 然后也很难 就是很感性的 去处理这些事情 所以说就让我 陷入到一种 比较矛盾的情绪中吧 然后在这种 比较复杂的 情绪的 交织下吧 就 对你那种感觉是 忍不住靠近你那种感觉 我还是 忍不住一步一步地向你走去 我想 找到一个 真正让我心动的 然后我确信 我现在找到了 就像有一首歌嘛 它里面各自写的是 还是觉得想要 这种感觉太美好 好心酸啊 其实如果前面没有受那个委屈 他这一下可能高兴 希望为时不晚吧 就很幸运能遇见你 然后也很幸运能遇到我久违的心动 哦 这么直接 天呐 沐晨真的变了 然后他之前就这样多好 嗯 最后 就 请再给我三分十九秒的时间 我想为你弹唱一首歌 这首歌 它描绘了一个我心中的理想世界吧 在那里很自由 随性 然后平淡中又带着点浪漫 嗯 那我 准备开始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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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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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讲话了 你个罩嘴嘴 没有 罩嘴嘴 好好看 做美啊 好好看 咱们你要不要做 好 因为你对很多事情都很好奇 他这个好奇宝 你是来见谁的 这是可以说的吗 从今两个人还是有过开心 At least I've got memory Until the morning comes 小米是真的对他 很这么似的 With a heavy heart Oh why Darling I love 好听 最后我想说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想和你一起看一看 这个世界 希望有希望 然后一起享受 一些刺激的冒险 令人心旷神移的漫步 还有 可以再看看完整的我 嗯 我想说就说完了 谢谢 没事 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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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 这谢谢还行 哦 要屁了吗 哎呀 小咪啊 我的小咪 好纠结 跟沐晨刚才那个交流里面 你看他其实流泪了 我会觉得他会有遗憾的 就是说为什么这些表达不是更早一些 我为什么不能更早一些认识现在这样的你呢 哎 我反而不这么觉得 我觉得他就在这个表白这个时间让他觉得他 哎 这个人原来还是我可以去珍惜的 有道理 我就是担心小咪那时候受的伤太重 就是感觉他的表情都好像有点难以释怀 我也觉得他的表情 好像 难以释怀 嗯 我就是觉得小咪当时的哭 我的感觉是一种遗憾 但那遗憾呢可能不是说早一点 而是就是确实那个 那个可能有一些心理的伤害是在的 嗯 然后这个东西可能没有办法在这一刻还是完全的说服我 但是我觉得小咪 刚才我看回方的时候 我觉得有两个完全不同的地方 就是小咪跟定豪在一起的时候 他没有像他跟牧尘那样笑得那么灿烂过 就是他最美的笑容是为牧尘绽放的 的确 所以我觉得小咪应该还是会选牧尘 但是我觉得定豪身上有吸引他的地方 对能感觉到在这段时间里面 弟弟的改变他的成熟 弟弟其实也一直有在拓宽他的边界 嗯 嗯 弟弟从一而终的那个状态 会不会给小咪更多的安全感 嗯 我们再做一次最后的彩测好不好 大家觉得小咪会投给牧尘的 我们请举手 我还是觉得是牧尘 好难 好了 那么接下来小咪的告白电话会打给谁 好着急快 我们想看想看 来来来吧 来吧 他怎么选呀 我觉得他会选定豪 我觉得小咪应该还是会选牧尘 上次就是做的 杯子啊 杯子 主要是因为他是粉色的才买 对我亲手擦的 还有一个含苞带放的花图 就是象征着希望 杯标 我们可以一起玩 嗯 哈哈哈哈 这啥 针头 不是说你头不能靠吗 有这个你就可以靠 我好像那个小管家 谢谢 谢谢 做了一个盖胶面 最晚的鱼鱼鱼 肉好多啊 嗯 他们都很好 会打给谁 啊 弟弟 好厉害 好厉害 那我开慢点 做什么汤 做一个去世的 这个就是几步 可以可以可以 最近不舒服吗 对症下药 哎呀好细心哦 你心意的颜色是呢 紫色是 不管你说还是准还是准备了一个例子 哎呦 呀 大学成的 小吃 草粉 我一个 草粉 我找了一个参考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参考是不是很像的 嗯 很像啊 我拨了 哇 真的是 我 我 对 有免疫 不然就是看你一眼就想再去聊这种动物 就是你 一直都没有改变过 真是 跟着自己的心去 我改辞了 小蜜到底会选谁呢 其实这个时候真的 一切的决定都有可能 因为真的是两个很好的人 最后的时刻了 哎呀哎呀 嗯嗯 要来了 好着急 是谁 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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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来了 你好 你好 那个笑 他打给定好 喂 定好 喂 哎呀 不要这样 不要这样 哎呀 哎呀 什么意思啊 哦 我的天啊 哈喽哈喽 知道我是谁吗 是谁呀 当然知道 当然知道 小蜜最后的选择是定好 真实的证明了 这个综艺没有剧本 这是 哈哈哈 哈哈哈 啊 啊 当然知道 哎哟 哎哟 弟弟开心的哦 哎哟 哇 真好 嗯 很高兴 接到这个电话 哈哈哈 哈哈哈 嗯 I'm feeling like a woman's like this 一会儿紧张 没关系我刚才也很紧张 其实咱们第一次约会选礼物的时候 刚刚那个粉丝的跑车的时候 我觉得内心非常真心 天哪 我心想怎么会这么翘 我好喜欢这个 刚开始跟你接受就觉得你可能 是一个非常腼腆 然后又有点 有的时候有点憨憨的 我转 好可爱 只会傻笑了一定 然后就是知道你年龄的时候吧 然后就感觉我们之间有一些距离 你问我的时候我就非常直接的 我就说我就把你当成一个弟弟一样 然后可能那天 有点伤害到你了 非常抱歉 不会不会 不会不会 现在都不会 后来你就 很勇敢地你去用了一次那个 date 然后后来再跟你接触的时候 我就觉得你好像变得更加轻松 更加松弛了一些 然后又让我看见另一面的你 然后就是你的真诚和勇敢打动了我 天哪我的弟弟啊 看到了柳暗花鸣啊弟弟 他真的足够勇敢了 他真的很努力 他真的很努力 被见面的谴责 真的会让人觉得很感动 太厉害了弟弟 祝福 祝福 我在你身上也看到很多 其他成年人物的一些东西吧 就感觉这个人非常纯粹 谢谢 然后其实我觉得你也其实是一个挺细心的一个男孩子吧 就是 嗯 我记得我之前说过我喜欢吃家门口的米粉 然后你第二天就卖了一个米粉 嗯 然后不舒服的时候 然后也会煮红糖水 好为他们两个开心 嗯 嗯 嗯 还有就是 就是每次 你对大家在的时候 你发现我不在的时候 你会跑回来叫我 嗯 嗯 小咪可以吃饭了 哦 来了 小咪 谁啊 哎 小咪没有在那边吗 他们在那边过生日 啊 其实小咪记住了很多细节 对 嗯 小咪只是有的时候不表现在脸上 你就很难看得出来 大家就挺可爱的 感觉有被惦记到 她可太惦记你了 很开心 哇 哈哈 所以你看做的每一步都算数 嗯 然后就是我觉得有句话要在你身上 会不会合适吧 就是 这个世界乱糟糟而你干干净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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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表达真的太美好了 最高评价 这个世界乱糟糟而你干干净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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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啊 啊 你怎么来 我也不知道 所以 哼 我想给你进一步了解一下 哇 啊 好 哎呦 弟弟这会儿开心的哦 对是什么 哈哈哈 你愿意现在过来找我们 哈哈哈 哈哈哈哈 破不剪 飞奔而来 加油弟弟 快快快 感觉这是弟弟笑得最开心的一次 真的 有点闯 刚才跑步 哈哈哈哈 你还一还还一 哈哈哈哈 好可爱好可爱哦 这是送给你的 谢谢 对就是我最近在看小王子 然后 他有一朵 玫瑰花 嗯 但是他在面对 很多玫瑰花的时候 他就坚持认为 他自己的玫瑰花是独一无二的 哇 这个太浪漫了 因为 他 他唯独对这个玫瑰花 细心栽培啊 然后就是 你喘一会儿 胶水啊 喘一会儿 就是 嗯 他在这朵玫瑰花上面 揪了自己的真心 所以他在面对 很多花的时候 都不为所动 哇 太感动了吧 啊 弟弟可真是 太给劲了 这个就是 代表你 哇 代表你 独一无二 独一无二的玫瑰 太感动了 对然后这个就是 送给我俩的 因为这个名字叫放轻松 这个是 轻松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对 然后就 好搞笑 对这个意思就是 我俩在接触的时候 可以更加 轻松吧 轻松 太可爱了 丁昂 哈哈哈哈 你把他接触的时候 对 这是啥 啊 还有礼物 看一下没 摇坏性啊 没有 你啊 海里德 对 不是我听的吗 但是他有点不一样 你可以抽出来看看 小猫 这是什么 你画的 对啊 画的 你跟你的 你的猫 嗯 好可爱 就是我好像不是很像的 然后还有一个礼物其实我一早就开始在想就是我为你做了一个索索 啊 啊 那个小猫咪手桌 就是猫爪 然后他其实在背面有个爱心 哦 对 他不是在正面而是在背面 哦 对 对 他不是在正面而是在背面有个 因为我其实 在跟你接触的过程中就是发现 其实你好像就是也是那种 会把自己的内心的一些想法感情就是 会藏在心里面 嗯 嗯 对 所以我就把这个 爱心藏在那里面 在里面 但是你把它翻过来你可以看到这个心 我感觉这个很像你 就是要从另外一个角度 去看这个心 好值得 哦 谁说弟弟不成熟 弟弟多成熟啊 我可以为你戴上的 哦 哦 哇 哎呦 哎呦 谢谢 对就是这些 其实我有礼物要给你 啊真的吗 真的 给你拿稍稍利 你猜猜得到吗 手势吗 不是 小汽车 你猜一下 好可爱啊 小小的一个东西 你猜一下 什么东西 一方线 蛤 你不是说你没看过演唱会吗 哎呦 哎呦 你这样会看演唱会吗 我没有看过耶 啊你没看过演唱会 我真的很想去看一次 我刚才说 演唱会怎么办 手回门票 然后现在没有那个纸质票了 然后就电子票 然后就自己画了一首 在小米平时也有记他说的话 这是这是 我自己画的 好可爱啊 画的好可爱 好可爱的人 天呐 画的也很好 我这是瞎画的 因为你不是说你没看过演唱会吗 对 啊 啊 弟弟 啊 弟弟 啊 哎呦我 这眼神绝杀 啊 妈 想不到 想不到 想不到最后的大招是小咪放的 我想到 第一次去是 跟新东的人去 可以和你一起 开心就好了 太美好了 好开心吗 我要睡一下 真不容易弟弟 大礼大礼大礼 这一趟旅程真的没白走 哎 哈哈你你不知所措了 放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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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给你这句话 哈哈哈哈 对啊 啊 其实 还是当面说一下 就是 不是 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超甜的他们两个 哈哈 他们可以拉个手 一定要 求求求了 谢谢 哈哈哈哈 哎呦 快快快 拉手拉手 弟弟 弟弟 啊好可爱 是我妈 呀 谦手 弟弟不要欠衣服 牵手 哈哈哈哈哈 哈哈 弟弟 我會走到的世界上 因為背面一定是最好的天氣 如果我們很難站出來 Ding Ho,你是最棒的 他好棒啊 天啊 好奇 好怕到怪哦 他们不舍得 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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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为他们两个开心啊 我上一次在 你拼牵你的手 你的手是冰的 但今天是不饿的 我其实刚刚 是不是在下面一直吞 你应该吞掉了吧 我本期都没人 和我电话 有点很紧张也很害羞 确实 哇 特别美好 太不容易了 变好 你看那几个字 一直坚持的人才能不能变 那结果好好哦 乱糟糟的世界 唯独你干干净 干干净 对 很难 但有人看见他 然后他也渴望这样的他 我很开心 丁豪支持到最后一刻 虽然我不是逗他 我觉得特别打动我的 其实是那一束玫瑰花 就是他说他是他的独一无二 就是人群中他只看得到小蜜 这件事情 让我觉得非常非常感动 但爱情里也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觉得弟弟根本他不是幼稚 他是一个很成熟的人 他对待感情非常的专一且勇敢 其实我觉得惊讶的就是小蜜记得那么多 就是在他落单的时候他每次都去喊他 小蜜他就记得很清楚 他其实都默默在心里感受着 对 而且我觉得小蜜他其实一步一步也在清晰自己 到底要的是什么东西 他的人生阅历应该是比较丰富的女孩 然后他又说这个世界乱糟糟 他肯定应该是经历了一些事情 然后他可能就会得出一个结论说 我可能要成熟的 可能他的世界当中从没有出现一个像定豪这样 如此干干净净的男孩 他走走走走 接着就这样的男孩他就发现了 原来就是爱情没有那么复杂 但其实爱就是很简单 而且我觉得他后来看到 即使所有的人都觉得定豪可能很难再翻盘了 可是定豪还是选择坚持下去 然后我觉得就是这个 你看似前方没有希望 可是你还继续往前走 我觉得这个小蜜也看到 对 很多人坚持有的时候是不甘心 有一些人坚持是为了要自己一个输赢的一个结果 我要这个东西 但是定豪他不是 他的内心当中没有是不甘心 或要争一个什么东西 他纯粹就是因为很喜欢他对面这个女孩 他就是个特别纯净的人 真是干干净净 接下来就该定豪幸福了 宠地狂魔诞生了 宠地狂魔 五月天演唱会门票很难买到 这个角度 真的 你的点真是 我好想踩你脚 宠地狂魔 我觉得他以后会对他很好 真的 他会很幸福 有一个人后面就没有再出现了 就是赵沐晨 我觉得这个时候 其实小蜜肯定也有一些话想跟沐晨说 来吧 我们来看一下 他们这通电话的内容会是什么 嗯 其实我有些话想跟你说 嗯 嗯 就是 很感谢你就是这两天对我做了些事情吧 嗯 每天那么早上班 还为我去做的早餐 嗯 然后觉得真的也挺感动的 嗯 嗯 但是就是感觉最近跟你的相处的那种感觉 就是从海边结束之后 我感觉内心会有一些隔阂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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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感觉没有跟之前相处的那么自在吧 唉 唉 嗯 理解 可能是我自己问题吧 就是因为 有些事情我自己可能暂时也没有放下 然后所以自己心情没有一直平复下 唉 然后就是 我更希望自己能够被坚定的选择吧 所以说 我想可能还没有用我自己最好的状态去面对你 有的时候错了就很难满回 嗯 唉 其实我们之前也是有 就是也敞开了聊过天嘛 对不对有一次 然后但是可能你的答案没有让我 跟我期待的一样 就是然后我就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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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我们这些隔阂从一开始就有 然后 只是我俩其实都是一样的人 你不说我不说 累积了很多问题在自己的心里面 嗯 哎呀 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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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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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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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那几个字 一直坚强的人 哇哦 嗯 嗯 啊 我心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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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n at least I've got Memories for when morning comes Now that I must leave